那这个廖老师 那蔡英文新的人事布局 在这个海基会董事长的部分 挑选的是许胜雄 那这当然是一个大台商 有他这个重要的产业 跟两岸之间交往的意义 另外一个部分是 台海今年的局势是相当复杂的 你怎么看 是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 早就已经展开 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的这种攻势 所谓灰色地带的行动 就是说他超越了国家跟国家之间竞争的态势 但是还不达到这个临战 或是战争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张图就是中国的海上民兵 他在2016年的时候 他其实在东海也好 在南海也好 到处这个惹事生非 怎么说呢 他在东海这个跟日本也频频对峙 所以举个例子来说 在2016年3月的时候 这个就有将近300艘的海上民兵的这些渔船 围绕这个等于是包围了这个钓鱼台 那么在这个频频的惹事生非之后呢 因为他都是用海上民兵 或者说用他的这个海上武警的这个巡逻船 那么他是不达到战争的状态 但是呢 这个美国人受不了 他在去年他就警告这个中国啊 尤其是假如说你在这样子下去的话呢 将来你的海上武警的巡逻船 跟你海上民兵的这些渔船 我都视为你的海军的 用这个海军的交战准则来对待 那么呢 假如说再看下一张图啊 日本呢 在这个过去 不管是俄罗斯或者说中国 他们的这个飞机 侵入他的领空 他都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记录 他的目的在哪里呢 第一 他是对这个日本的国民做 这个说 我们的这个领空领海 受到其他国家的这个入侵 那更重要的是呢 在国际社会上 像保持一定的透明度 向国际社会申诉 那同时呢 也把这个趋势 这个描绘出来 比如说呢 在2012年的时候呢 日本人就说 这个中国的渔船啊 或者说他的海上的这个巡逻艇 是以332的这个模式 什么叫332呢 就是说每个月有三次 每次呢 都有三艘的这个巡逻船 然后每次呢 不超过两个钟头 他在2016年呢 之后呢 变成342 就是一次出动四艘这个巡逻船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就是他长期的这个 做这个统计 还有做趋势的分析 那么因此呢 我们的这个领空领海啊 也随时遭到这个解放军 所谓的远海长巡 我觉得那个不叫远海长巡 那个叫做扰台 不叫绕台 而叫老台 那么而且他在顺便呢 经常会这个越过这个海峡的中线 是不是我们的国军 我们的海军 还有我们的海巡署 也应当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效仿日本 把这些这个解放军的亲门踏户的行径啊 用即时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宣告 我觉得这个是有它的必要性 那么说灰色地带行动 我说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资讯战 假新闻假消息的这个攻击 这是无时无刻的不再进行 那么我们难道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要回应吗 就是被动式的回应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了 中国他们其实不了解他们 他有一个最大的弱点 在台湾大概五 大概四五个社交网络的平台 在美国也不超过这些数目 中国呢大概有五六十个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反手为攻 这个进行这个资讯作战啊 信息战 把我们的外界的真信息 比如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他们在这个他们的子 他们的这个子女啊 在香港买了数十亿港币的这些资产 像这样的讯息啊 假如用直接送到成千上万 甚至上亿的这个中国的网民的手上 那么我想会对危及中共政权的稳定 这个是比我们国军要买 花这么多的钱去买 大型的武器要来得有效的多 好我们稍后回来